大家可能知道每年我都會和老婆去找一間度假酒店 之前就去了馬爾代夫和青邁 今年我們就在這裡拜落基 我就預約了這間Bougari酒店住了兩晚 跟老婆說住這裡一定不會死的 Bougari啊 這間叫做Premium Room 其實內櫳和普通房是一樣的 不過景色會有點不同 稍後可以看到 房間就是這樣 很漂亮 床後面有一個Walking Closet 旁邊就有這個 就是Bougari自己設計的一個mini bar 裡面有咖啡機、酒板、雪櫃 應該就是整間房間最突出、最搶眼就是這個 廁所就是這樣 它裡面的一箱二箱全部都印有酒店的名字 馮小姐也在這裡偷了幾枝東西 看完露台,露台超大的 不過也很少用它,尤其是日休 因為這個時候還是40度、41度 你又好像坐進一個預熱的焗爐 所以也是晚上才出來 這個Premium Room 看出去的景色就是這個Bougari遊艇會 它就是旗下這麼多間酒店 唯一一個遊艇會 就在杜拜這裡 這間酒店也有一個自己的私人沙灘 不過也不能說是沙灘 只是石灘 踩上去也不是特別舒服 只不過這樣,他們的泳池就真的很棒 他們保持到水溫很冷 四十多度曬著的時候 一浸下去就很舒服 其實我預約這間酒店 不只是為了哄老婆 而是有另外一個原因 我經常是心動動想在杜拜買一間房子 我約了一個經紀 都是在旁邊的 都是Bougari酒店旗下的 它有些叫做Residence 這些樓就可以賣 我們就看了一些一房和兩房單位 一房都實用有成一千尺 兩房就一千三千四尺 它是包車位 一間房一個車位 而且它是一買了 就直接做這個遊艇會會員 是挺心動的 赤價是怎樣呢 一萬元一尺 在杜拜來說就算很貴 我們也去了現時全世界最高的 Burch Khalifa參觀一下 它這房子就830米高 你可以對比一下香港最高的ICC 480米 差不多雙倍 如果想上塔觀光 最好就市前買了票 因為如果即場買的話 就貴雙倍 而且最好就是買VIP票 因為它會帶到你去148樓 如果你買普通票 就去到124樓 而且去到124樓 就有一個比較私人的地方 人少一點 又會有東西喝東西吃 不過這房子很快就比 沙地阿拉伯的Jetter Tower 高過了 但過了幾年 杜拜又有一個Creek Tower 又再高過它 面子工程 全力開動 至於我們在杜拜吃了些什麼 大家都懂得做 去我的Instagram 在杜拜這些紙醉金迷的地方 就一定有好東西吃 米芝連大廚 每個人都走光去開餐廳 當然也有些又便宜又正的 大家可以去看看 當然這次的旅程 就不只是留在杜拜 我們坐了兩個小時 車去了鄰國 阿曼的Mussendam 在一排連綿的山脈 後面有一個小陸洲 這個就是Sixcensus Sigi Bay 度假酒店 我們去的時候就是Low Season 整間酒店的入住率 只有三成左右 平時除了吃飯時間之外 整間酒店是人影都沒有 彷彿好像我們包了一間酒店 這間就是我們的21號度假屋 是一間海邊的度假屋 我們留了五天四夜 一進來就是這樣 設計上它是會像本地的屋 這個就是Sixcensus的特點 一張雙人床 但是就小了一點 床腳對開就是一個mini bar 基本飲品 好像你說水、咖啡 就一定免費 但如果你說要喝酒的話 就一定要付錢 而且都挺貴的 一枝瓶裝的喜力要100元港幣 如果你說喝紅酒、白酒 就貴香港三倍左右 沒辦法了 中東地區加度假酒店 那些酒精飲品是一定貴的 酒精飲品是一定貴的 這個就是浴室 這個設計是很漂亮的 用很多Limestone 石灰岩 有個大浴缸 還有這裡的水壓是很充足的 花灑好行的 好過很多市區的酒店 這個就是廳 布置又是很舒服的 有個大電視 有兩張大沙發 有一個免費的自選影院 你可以晚上播出一部電視 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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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 現在我們出去看看有些什麼 這裡每間小屋都會有自己的私人泳池 而我們這間就叫做beachfront 所以一走出去都會看到海 而在泳池旁邊有個summer hut 即是夏天的涼亭仔 黃昏的時候 吹吼吼吼吼吼吼飲 是挺爽的 現在我們去到沙灘旁邊 我不是很誇張 這是我人生去過最漂亮的一個沙灘 這裡一粒小石子都沒有 而且這個沙灘是長期沒有人的 可能有時候會看到一兩個住客走過 真的很爽 真正的水清沙油 先去沙灘旁邊 先去沙灘旁邊 那些女人一來到 第一件事一定是去沙灘旁邊 這個沙灘的設備很齊全 有雙人單人按摩房 種種形式的按摩都有 有泰式、瑞典 還有瑜伽房 更衣室裡面有桑拿 還有這個冰房 老婆在這裡做了一個土耳其肉 這間房間會比其他按摩房暖暖 有個女技師會幫你洗澡 用不同的香氛和你蒸焗 然後會幫你做按摩 用後感 老婆都說很舒服 做完很提神 做完按摩最好就是出油水 浸一浸 這間酒店有兩個主泳池 這個就是比較多人用的 在正酒店中間 還有是淡水池 這間酒店 旁邊有一間酒店 你可以在那裡叫一杯冰淇淋 或者叫一杯冰淇淋 很快就會人提給你了 在酒店的最獨獨一邊 也有另一個泳池 這個就是鹹水池 不過作用不大 因為整個海在外面 我們每天都乘搭了這些 《Sunset Cruiser》 就乘坐這些傳統的 中東刀船 這個活動就兩個小時 它會駛去附近一些漁村仔 然後再駛入一個寧靜的海灣 在船上它就會給你一些香檳 給你一些小吃 這間酒店其實還有很多其他活動 可以讓你浮潛 還有深潛 釣魚 滑翔 烤場 烤場 還有可以打沙灘排球 射箭 網球 所有食物都不能盡力了 我們現在去看看有什麼食物 這間就是Spice Market 這裡只是做早餐和晚餐 早餐就是自助餐形式 而晚餐 這裡會有阿拉伯和印度的食物 這就是早餐 它有些冷割 麵包 水果 芝士 也可以在阿拉伯 點點煎蛋 或者有陪你吃 越南飯 我最初對這裡的食物 沒有什麼期望 我以為好像馬爾代夫那些 很多雪藏食物 但食材是很新鮮的 而且廚師的手藝很好 以一些偏遠的度假酒店來說 這間餐廳的食物很好吃 這間就是夏季 這裡只會做午餐和晚餐 這裡會做西式食物 西餐 有牛扒 牛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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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都不錯 再來這間餐廳 這間餐廳 它是坐立在300米的高山上 叫做Sands on the Edge 你就是黃昏的時候 對著這個景色 雖然這個旅程 不是我們生日 周年紀念 但也要上一上來 因為真的很浪漫 有些藝術食物 全部都是廚師法版 當日畫師 有些七道菜 有九道菜 或者十幾道菜 吃完之後 飽到走不動了 還未夠餐廳 第二天可以回酒店 回房間 去做一個In Room Barbecue 它會設置好爐 設置好小鈴烈 有廚師煮東西給你吃 還有一個待會兒給你 這裡的餐飲選擇很多 而且水準很高 吃飽沒什麼做 就享受下間酒店 很久不見 一個非常寫意的旅程 住到我們不想走 這不是廣告 但我應該能夠想到 有很多網友會在下面留言 問酒店在哪裡預約 杜拜那間 我只是在網上預約 而雅曼那間 我是在捷旅預約的 我看到他們有個年機票的package 挺有趣 所以就買了來玩一下 多謝大家收看 下一條影片就是飛機片 是阿蓮歐A38年 拜拜